林总,不知道是谁透露你继承家下的消息 找你的同学从这里排到法国 把我那些高中同学都删掉 免得他们找我继钱 小苏 我记得他高中的时候家里很穷 不愧是找我继钱吧 喂,哥子 我看你朋友圈 一天就正午时啊 没钱总不告诉我 我不是 嗯,钱你先留着 我现在在大公司实习呢 每个月有三千 别委屈了自己哦 哎,你 哎,哥子啊 好巧啊,你也可以上班 对啊 你怎么就是这个 啊,我几个饭,尝尝我的 很好吃的 好,谢谢 谢什么啊,你这么少 一天就一天 打卡失败 你这个月都迟到第八次了 看来是离离之不远咯 公司每天八点卖上班 我根本记不上你贴 人事部吗 明天把上班的时间下调两个小时 嗯 一个实习生财了公司不久 居然就买车了 肯定不简单 这么重要的项目资料被卸了 你干什么 不是我 只有你的电脑里有项目资料 哦 你昨晚过夜在公司待那么晚 就是为了窃取项目资料吧 我没有出卖公司 难怪小苏最近换了新车 原来是出卖公司来的 那是我朋友说的 朋友 只怕他是对家公司的一条狗吧 哈哈哈哈 他是人是狗 还轮不到你们来说 你谁呀 他的车是我送的 另外我可以作证 他没有泄露公司资料 他昨晚跟我在一起 你算老挤 我凭什么信你说的话 住口 这是公司总裁 不好意思 李总 你被开除了 我们公司容不下 你就容我里面三刀 你 你是总裁 对不起啊 一直都没有跟你说 为了补偿你 申请你做主管 公司翻十倍 真的吗 这不是龟子吧 这有什么 谁让你说我的宝贝呢 林总 我这公司发的 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没问题 是我让琪琪给你多发了两千的绩效 可我工资少了一半 怎么回事啊 琪琪 哎呀 他一个还没转正的新人 又没参与什么项目 当然会少一点了 你说对吧 小虾 琪琪说都对 那我先走了 我警告你 我可是林总的亲戚 想告我的状 没门 年关将近了 公司需要把近一年来的项目资料 整合成年终总结 小夏 你让琪琪协助你一起完成吧 做好了 奖金翻倍 笑什么 休想跟我抢功了 我呢 有个约份 这个呀 就交给你了 可 林总不是让我们一起做吗 少废话 你要是不做 我明天就让林总开除你 这么多资料 怎么整理啊 你不会吗 不好意思啊 林总 都怪我 没事 没有谁一开始就会的 加油 琪琪呢 我不是让他跟你一起完成吗 你说琪琪啊 他说有个约会 然后把资料全部丢给小夏了 我知道了 你写的 对呀 熬了一个通宵 黑眼圈都出来了 我不是让小夏跟你一起做吗 小夏 他有约会 我哪敢劳架他做事啊 报告做的不错 你被开除了 凭 凭什么 这一份报告是不是你写的 你心里清楚 林总 这是你要的文件 一定是你在背后诬陷我 跪破脏水 我没有 林总 我们可是亲戚 你怎么能像着一个外人呢 我不信任何人 我只信我的眼睛 年终总结只不过是钓鱼而已 不然我都不知道 我公司居然还有你这么一个狗状人士 抢功腰赏的人 林总 看在我们是亲戚的份上 你再给我一次 够了 职场从来不讲情 因为那跟工作 没关系 你就骑这个来的 嗯 我在我们村找了好久呢 你家是农村的 对啊 谢谢你今天带我吃西餐 我从来没有吃过 早知道不坑你了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等会儿 开摆单 好啊 反正是相亲 下馆 可是一个 要不 下次我请你吧 好啊 要不你今天带我去游乐场玩吧 我从来都没有跟朋友去过 好啊 我到家了 我先走了 拜拜 呦 美女 加个微信呗 我没有微信 麻烦你让一下 你想对我女朋友做什么 没意思 你个人走月路确实不安全 以后我送你吧 你刚刚说 你是你女朋友 那你 愿意吗 嗯 最近房租涨得也太快了 都要五千以上了 给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 这有什么 你都给我买了那么好看的车了 那不一样 我不能用我女朋友的钱 唉 这样吧 反正你也不愿意收我的钱 那你就去我家的别墅住吧 反正我妈给我买了好多套 不住也是浪费了 别墅 你们家不是农村的吗 对啊 你不会 是那个广西烈德村吧 嗯 烈德村是还可以 不过我家是基顺 我 我 你这么有钱 你说你没吃过西餐 我妈说那都是羊垃圾 不让我吃 我在家都是吃人生客临吃的 那你说 你没跟朋友去过游乐园玩 我是没有跟朋友去过啊 我爸在家给我建了一个超大的私人游乐场 一点都不好玩 哈哈 不好意思啊 回来晚了 哥子 你怎么化这么浓的妆啊 这么多年还是没变 你们是不知道 他以前又胖又丑 我还有照片呢 老同学 开个玩笑 别生气嘛 你们身边有这种喜欢开玩笑的 鸽子好美啊 批太过了吧 他溯源可不长这样 鸽子 我开个玩笑 你是可以介意的 你的嘴还是以前一样 不跟不见 你什么意思 因为嫉妒朋友优秀 就不断的打热 你也配做了朋友 就别丢人了 就你这说话水平 连话都说不明白 上去就是个笑话 我真的很差吗 给你 吃一颗瑞士年轻功力吧 吃完心情会变好 嗯 很好吃 谢谢 你知道你最吸引人的地方 什么 就是你笑到永远那么自信 这就对了 我相信你也能拿到他们 谢谢你 我看笑 因为是可能打他起来 一张臭左手 鸽鸽跟身逆致 过去就打他了 几句玩笑而已 你自己说话这么难听吗 双方都觉得好笑 才叫玩笑 你这叫没分子 别用你的无知和没素质 去伤害别人 你 鸽子优秀又善良 跟你技巧 但你别瞪鼻子上眼 原来人在得到 足够的爱和夸奖时 真的会慢慢变得 有自信和自信 嗯 嗯 哎哎哎 你帮我把我帮你吃了 来这么早 我也刚到 吃什么 我 就吃一个沙拉 以前被前男友嫌弃吃的多 现在跟现男友在一起 只敢吃素 我 好香 啊 吃一个 我已经吃不下了 你穿着我的外套 有点忧众 你喝的大瓶奶茶 天都温柔 啊 我拿起香机 陪你上了 世界 喂 对不起 我吃得我很胖 吃夜下怎么不叫我 啊 你以后想吃什么就是什么 不用躲躲藏藏 这样不规律进食 对身体不好呀 不过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不能吃的 其实上次在餐厅外面我就看到了 哎 我先来的 什么你先来的 就你家 他谁你名字了 那你也不能 好了 别吵了 见上面人多 聚集也容易感染 说多少次了 没得多了 只有五盒 你怎么能插队呢 你这个人为老不尊吧你 哎 你的小伙子 这话这么难听啊 谁为老不尊了 本来就是谁 你干嘛 一个老人你跟他争什么 丢不丢人啊 我 没关系 那我们回去吧 因为前任的民事里 让我跟先任在一起之后 遇事能认责任 哟 嫂子真漂亮 平时肯定就只知道 用我哥的钱穿衣打扮 什么家务都不会做吧 她是什么都 也就比你漂亮一点 比你会读书一点 比你会挣钱一点 最重要的是 比你素质高一点 你 你母亲这边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就你妈这病 时好时坏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别找我了 出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跟我说啊 我怕麻烦你 傻瓜 没事啊 我连线董事方面的医生朋友 不着急啊 我先去看看阿姨 没事啊 你现在我在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怎么使得让你说我一声 她是我老婆 你没有资格说她 你再找她麻烦 别怪我不客气 这婆婆就是我旅行的 请你道歉 在我们家都是一羊说了算 你们先吃 我再去给你们俩加几个菜 整天跟这些虎风狗友混 有什么出息啊你 我这些朋友还在呢 一 我我们先走了 你能不能跟我留点面子 在这个项目奖金发下来 我就带你去三要玩 有我们可以AA呀 这怎么行 那谈恋爱也不能一直都花男生的钱 而且我也不想让你太累了 现在真的还要这种女孩 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啊 这个这个这个也要 弄着干嘛快去买单啊 妈 你男的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呀 哎呀 这什么呀 把家里搞得又脏又恶心的 阿姨 你把他养得好肥啊 不好意思 把这床都弄脏了 我还是去外面住吧 没事阿姨 呀 我忘记跟你们做饭了 我帮你一起 我也来 刚刚谢谢你啊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谢我干嘛 我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没有感受过家的温暖 谢谢你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过年的温暖 这有什么 是你让我知道 原来家务是可以分担的 好了没呀 都饿死了 好了好了 怎么一点小时都做不好啊 这么没用 赶紧上菜啊 哎你怎么来了 我来帮你啊 你今天够累了 可以休息 我来 我来�火了 我也要 我来 我来 你